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Squitch 2 这个2它是新版的 那它左边这个地方叫做舞台区 那个是旧版的 新版的跑到左边 那舞台区就是你演出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后台区 后台区 那后台就是所有的演员准备的地方 所以你这一幕戏如果有三个演员 三个演员就要出现在这边 那它是用制作电影的概念 制作电影的概念去做这个游戏或者做动画 要怎么用才能把其他演员弄在一个后台区 那我会讲不要急 好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写程式做造型处理音效的地方 那这边有三个标签 如果你点到写程式这边 那这里就是放程式 如果你点造型 这里就是处理你的造型 那这个点到这里就处理你的声音 那这里叫做角色 这每一个人物都叫一个角色 它是一个角色这样 那这个造型呢是指这一个人物里面 这个人物它有几种不同的样貌 这个叫造型 老师所以人物也可以变色 对 所以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他可能会有很多种造型 比如说这个如果是邱文胜的话 那这里可能会有邱文胜大笑 邱文胜哭泣 邱文胜走路那个左脚在前面 邱文胜走路右脚在前面 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在里面 那你到时候要表现出什么样子 你就去切换造型就好 这样懂意思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实际来做了 好这个角色呢 如果你今天你是那个大导演 我是大导演 你是大导演 那如果今天你不想让小猫上场 你就按右键 在小猫上面按右键 叫他回家吃自己 好单纯 好那我今天如果想请一个漂亮的美女 当作主角的话 这边角色这一个地方 这里有新生角色 那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从仓库里面挑 所以就仓库里面挑 你就选好之后 这里有分类 有分类 然后你可以慢慢选 选好之后呢 按确定 他就跑进来了 好你就雇用他当主角 好那如果你还需要另外一个 你是要用自己手 自己手画的 那你就用这一个 好这个是自己画 比如说 我随便画 画一个圆圈圈就好了 好如果你这个是你的另外一个主角 那你画好之后呢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可以 新生 不是新生是要从外面降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你有外面的图片 你是从Google下来的图片 或是你自己拍的照片 或是其他的图片 就是自己下载的图片 对对自己下载好的图片 那就要从这里打开 点一下 然后到第一点 看你放在哪里 我随便找一个 好这个 这不知道什么图片 然后你直接用小作业 好 用这一个 如果网路上下载的图片 就用这种方式 把它放进来 好 那还有 如果你有装网路摄影机 你可以用拍照的 好 好 从相机截取 那点下去 好 那 按儲存 他就拍照拍好 好 所以 这几种都是可以新生角色的方式 好 好 那请你挑一个 老师 那如果不够放啊 好 不够放他会往下跑啊 好 好 来 请你挑一个角色出来 好